一对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孩 往香港某一家玩具店的时候 小孩宝位于店里身高1米8 店家甚至价值52800港币 也就是约20多万台币的天仙宝宝娃娃弄破 从照片可以看见 他的父母一恋无奈地看着他 毕竟要赔偿的金额是正常人好几个月的工夫 大家有看过天仙宝宝吗? 戴笨的外形 莫名其妙的内容 让不少网络盛传的报道都成说 只要看过天仙宝宝一集 至上就会下降一点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而已 不过因为他陪伴了我们无数个 发学以后的电视时光 所以天仙宝宝也是我们珍贵的童年回忆 好吧没有看过的话 大概是我太老了 我已经跟你没有代购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两天香港发生了一中 因为天仙宝宝而起的大炎上事件 在各大社群也引起了无数的讨论 关于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讨论的地方太多 不过因为天文几乎都是广东化 为了方便台湾网友理解 我决定把这件事情做成影片 为了做这支影片 我一整晚都没有睡 也是天眼圈超大的 先说一下 我做这支影片的时间 是5月24号的凌晨 所以将影片发出来以后 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资讯 或是事情又被逆转过去 因此我这支影片是针对发生至5月24号凌晨的事情 做出简介和评论 事情发现在5月22号 也就是前天 有一对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孩 逛香港某一家玩具店的时候 小孩宝位于店里身高1米8 店家胜身价值52800港币 也就是月20多万台币的天仙宝宝娃娃弄破 从照片可以看见 他的父母一念无奈的看着他 毕竟要赔偿的金额是正常人好几个月的工资 或是隔着荧幕也感受到心痛的感觉 坦白说 一开始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跟其他人一样觉得 那又是小孩子乱跑弄破东西了吧 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了吧 这样要赔偿也是很合理啊 但最看下去才发现事情毫不单纯 事情发生后 小孩子的父母已经马上就赔偿了3万多港币的金额 并承认是自己没有管教好孩子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没想到在第二天 有人在社群上分享了事情的照片 以及一段CCTV的片段 事情就这么燃烧了起来 据氏族的讲法 一开始是店员跟他们讲 你们的小孩故意剃倒了娃娃 才让父母吓得马上就赔了钱 那从CCTV的片段来看 我们可以看见 现场来吻的人非常多 小孩子只是往后退的时候 轻轻碰在娃娃上 然后娃娃就倒下来了 是小孩子不小心把他弄破的 不是店员说的故意 这就是第一个疑点 然后有人在另外的天文指出 娃娃在之前明明就有重重的围栏围注 也就是说他们也知道贵重的东西是要好好的保护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就随随便便的放叫陆中信呢 要知道这里是香港耶 一叉少人超多的香港耶 全球人口最密集的香港旺角耶 你会预料不到在人来人往之下 娃娃很容易会被撞破吗 你会在知道娃娃一碰就碎的情况下 不在任何的围栏 不在任何明显的警告 就这么放叫陆中信吗 我就装饰一碗20块台币的卤肉饭 也不敢随便放在路面呢 呃对因为我真的被偷过 这件事情会被炎杀的这么厉害 除了因为店家冤枉小男孩故意剃倒娃娃之外 是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 香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有一些人会把名画放在地上 让行人不小心踩到的时候 就像对方缩取高额的赔偿金 让大家走热的时候都人性惶惶 甚至一不小心就把家常都赔上 接下来爆料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说这已经是玩具店第四期有这样的情况了 让人很怀疑这是不是故意设局的 甚至连IKEA也第一时间PO了一篇超水满 也就是天鹅时事的讽刺文章 IKEA的小便真的是太厉害了 请收拾我的试盖 玩具店看见风向整个逆转过来以后 就马上发了一篇声明 但这篇声明明摆着就是提有救火 在声明的第一点 很明显就是想要把责任都先推在父母的身上 大意就是 非常是他们主动要求的跟我们无关 然后接下来都是一些光枪 像是之后会省事安全啊 会吸收经验等等 整篇声明都很没有重点 甚至还有退卸责任的疑虑 所以也毫不意外的被留言骂爆了 以上就是这件事情致敬的过程 如果你是大纯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话 可以看到这里就好 因为接下来我发表的主观意见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接受 首先我觉得东西的价格 不是这件事情的讨论重点 因为艺术品的价值真的是应人而异 不是光平台做工的成本就可以计算的 所以我们就先不讨论五万港币值不值这个话题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是家庭 坦白说虽然在这个时机讲有点乖乖的 但我其实蛮羡慕 那个小孩可以生在这个家庭 因为听在场的路人说 事情发生以后 小孩的父母没有责骂他 甚至在赔偿以后跟小孩说 没事我们回家吧 当然回家以后 他们有没有处理小孩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很多的亚洲父母 都会在第一时间当中骂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的自尊心大受影响 人的心灵在小孩子的时候是最脆弱的 在这时期造成的阴影 也很可能跟随他讲大 甚至一辈子 如果今天不是有闹乱CCTV 证明孩子不是故意的 又如果今天他的父母不是这么开明的话 很有可能 我说的是很有可能 这会成为他童年的一个阴影 小孩子除了要背上这个被嫁祸的罪名后 他跟父母的关系也会受影响 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不完全是他错的事情 而导致他可能要用整个人生 来治愈这一段伤痛 要知道三万多港币对很多香港家庭来说 也是一笔非常大的金额 在物价和房租都非常高昂的香港 真的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轻易 临时拿出三万块来赔偿 身为一个在穷困家庭出身的香港人 我已经想象到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我八成已经不会在这里了 第二是香港社会的冷漠 先说一下 我其实并不觉得电章是一百怕错的 父母和小孩当然也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只是有一部分的香港人 在这件事情中会用 很懒人的个人要扶好正常的 给酒车也逮别人罚 来替这件事情做结案 我觉得 请问社会是大型的学校吗 我们还是那个要严守校贵的乖宝宝吗 就像我一开始所讲 刚刚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下意识地觉得是小孩子的错 这也是我们先入为主的错 但在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很明显的 孩子是有可以被原谅的地方啊 人生不是非黑击白 错也不一定是单一方面的错 至少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觉得绝对不可以用 撞破的作家赔偿来总结 有人会说 法律就该要遵守啊 不然的话 之后谁来保护我们 麻烦 身为香港人 我们已经很清楚很清楚 香港的法律 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要存在的好吗 如果你还相信香港的法律的话 你肯定生活在 没有经历过2019年的平衡时空之中 但很无奈的 香港会被说成是一个冷漠的社会 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太重视所谓的法规 所谓的规定 里面没有任何人情的成分 虽然有效率 虽然有道理 但却硬生生地把我们逼成一个 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卡片下连登一个我很喜欢的回复 呃 虽然他的名字怪怪的 师兄 良博的说话个个都会说 但你问心 到底想不想这个世界变成这样 如果是不想的 希望你都可以说个人话 否则你都有份将这个世界变成这样 狐力标很快就会打回自己 没错 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 虽然做这种话题 搞不好会被言上 但我觉得以上的这些议题 都是值得我们盛世的地方 那在这事件中 你又有什么看法呢